好,那我做个开场白,欢迎大家,收听收听 哇,今天已经是3月31号了,今年这个2022年 就去到这里来说,今天正式是四分之一了 第一季就去到最后的那天了,OK Eddie,今天不用一会开会了,可以做足五节了 正常有应该可以的,希望没有,突然之间有个障碍 不过这些都没办法的,做事就做事了,我们完全明白的 网友应该都会明白的,放心,放心,谢谢 那雷总,今天现在录景的时间就 香港时间就9点半,所以就 美股就开市了,美股也开了,今天如何开始 稍微有点跌,昨晚其实也是跌的,应该 看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这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就好像 之前以为有些期望是可以 比较快一点有个好一点的发展,但是 谈判也是有上山下山的情况的,所以就 没有预期望是这么快的,第二,一会儿也要详细跟你谈 最后也是两年债和十年债,就是在美债方面 invert了 invert了,或者节目开始之前,大家知道 我们一定是有个group的,check group的,就是我们自己 围内的check group,每次我们都是 就是早一两个小时左右,大约 说给每个拍档听,究竟我们今天想说些什么 比如K.H.O.就说了,我还没说,但其实我都预备了一大堆 那每次其实雷总很多时候都是说 我没有准备任何东西的,但是呢,每次呢 就是一踩着了雷总的车的话 等于是上届一级方程式,这个MAX一开车 尾灯都看不到,美顿都追不到 我刚刚有个,我通常说,我刚刚有个PPT Eddie,你先让我分享一下,可以继续 好,分享一下 不是,我说通常是雷总,我们说一说 我刚刚公司准备了PPT,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想解释,雷总一定是看了很多东西 无论在工作上或者在兴趣上 巴菲特好像一天就看一百页左右 雷总就二百多页左右,差不多这个量 那其实他的脑子呢,你不是一天看的 等于萧生讲政治,一讲,可以讲一个多钟 雷总也是,讲经济都是可以 一开始完全不投入,不喝水 讲一个多两个钟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说特别为这个节目准备一些材料 就未必有 但是呢,他一召唤的记忆出来 哇,那些海量呢,我想要很多 Google Cloud才能处置 所以大家放心,是一定的 我一定有些,你知道我的角色就不入球 我也是打一翼围那样,斩个球 被John,斯朗娜那那样顶入 那我就,我的责任 对啊,我的责任就是这样 就是给你们两位发挥 所以一踏着了,就名都没有了 就是,做十节都可以的 那所以就是,不要以为雷总是没有准备 而是他就是,就是,草的经验值太多 就是,不知道怎样,由哪里开始讲起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我讲两年,十年 就是,那个Yield curve 那他一定,啊,对了,立刻想讲两节 哈哈哈,我就将勤保绝的 就是,我每次呢,就是,譬如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呢 那我就,譬如周末又会想一想 就是,第一,就做自己的环节 第二就是,如果看了一些 email,觉得有些什么题目是想讲的话呢 我就会放下了在Evernote那里的 那就是,星期四就可以立刻讲 因为,有时呢,你要靠星期四之前去准备呢 就是,那一天呢,就有时候很忙 或者这样的,但是我就放下了 又有,就是,那个网站看了 免得你说我乱乱,嘛 那有根有据,譬如说,哪有说过 我,Laren Sommer说过,那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起碼有些根据,那所以就是 就是,我就将琴捕捉,那所以你看到 我怎么有这么多连接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今天,美股就开始的市场就跌得多些了 那,那我,就是,第一节也有说了走路 那我就,暂时呢 其实,现在已经是用了一部新的MacBook Pro 话实话,我真的想先暂时 我发觉呢,你今天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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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呢 真的漂亮,真的漂亮啊 就是,当然你本身都英俊了,OK 但是今天我真的觉得是,是 还有,你是不是加了眼灯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今天那个面色是,是相当 红润有血气那一只 有时候不知道你的灯是白光 还是怎样呢?有时候会比较青的 今天是真是很威美的 其实画面就应该 未必完全有关系,第一我本身 都已经用过DSAR去做那个 影像的,因为我的屏幕呢 我其实用过大屏幕的 那本MacBook就铺着屏幕,那我有两个屏幕 一个很长的视频 一个就是看股价的一个小一点的视频 那我相信就未必完全有关系 那可能面色红润就是因为 就是刚才立刻做节目之前 放过一杯咖啡,太急了 还有我洗完澡,我才做节目 所以那个面色呢 开行了,这血气 原因是这样,那就是 是的,原因就是这样 我以为你在那边有些什么好的发展 熊粉飞飞那些,你知道吧 很多原因的 那应该都是女王 就是 应该就是这个祝福尼的 纪念,所以就 就是我很开心 所以就 应该就不跟其他类似 但是用下去呢 因为之前呢 我有时候很贪心的 做着个节目 跟着另一边就是 就是 其实 那个 那个 Zoom就录影了 有时候我就譬如 做到第三节 我就开始上升第一节 因为 其实 其实 就是中间都还要做少些 剪辑和 画面等等 所以去上升上去 希望每 每次做节目 半夜 一点前可以上得到 那个时间 其实是挺紧的 那所以我就是 有时候都要上升 但是你知道做这些 这样的行动的话呢 吃RAM呢 或者那个W呢 又不究竟呢 我其实每次都 有时候看完 甚至 比如我觉得 我也能看到 Adriel 有时候 我都是会 诶 连塌的 捞不了 那一通膠片出 DNA 那原因就是这样 那其实既的那部 是新机 那麽MacBook Pro 當然用Intel那顆智慧 那現在就用M1 Ultra Ultra是新的那部機 應該是Max 我應該是第二高級那個 因為MacBook Pro 即是你的新機來的 你現在正在用新機 是啊 已經在用新機了 馬上就急不及待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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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沒有折折折折折 你知道 年紀大之後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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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現在就很順暢 就可以做到一個節目 還在考驗 看看情況如何 待會再上載 如果都是順暢 我覺得做事就很舒服 就可以分享 有網友就說 其實新的那顆Intel那顆智慧 可能跟M1的效果都差不多 比較 你知道有些測試 Apple做的測試更加 可能那些測試的規格 就比較Pro 多些許字的智慧 Intel做 好像最近講到測試 像是Samsung被揭發 它新的電話那些測試Data有些造假 又玩這些東西 D數機變了這個 搬來這個手電話 所以如果Intel那顆智慧 就好像說好一些 有些網友都這樣說 但是我當就算某些位置的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吃電那程度放的 都肯定是M1做得好些 一定不會這麼用電 因為它用對的技術去做 而不是傳統X86 那你知道MacBook 尤其是戴Notebook 有時候出街去開會的時候 最尷尬就是開一會 又不知道為什麼吃了很多電 因為其實用Zoom其實很吃電 那你又沒有帶充電 那我拿命了 那我真的用不到電腦 所以就有這部MacBook Pro 就是最新的版本應該就比較舒服一點 同時間我也準備了訂新的MacStudio 那就是沒有畫面的 只有台機我應該都會買 兩部都買了 在那邊也找到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為了 因為一用就用三四年了 舊的那些完全都是已經三四年前了 那再拒絕開去 為了那個 就是那個performance 那個efficiency 都是比較重要一些 那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 下課多點禁 哈哈哈哈 小朋友就是 真的不夠電 到來就是電快都加不到 那就是希望這些節省一點 所以那個performance 非常重要 那 對 所以有些這樣的網友 這麼說 所以我暫時用下去 我覺得都是挺舒服的 跟一些KOL在YouTube影片裡面說 說這部Mchip 就真的 performance暫時是很好 那 是 我會試了 就是把那個virtual machine 去用了那個Windows 是會怎樣 如果那裡都smooth化呢 那就很符合我的期望 那就真的做得很好 那 都說一說市況 因為第一次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都可以 就是 說一說 那個 咦等等 我可能share那裡 等一下 你可能要說著一點點東西 因為我剛剛才設定那個zoom 那所以就 有些他可能放個畫面出來 他都可能要 那 我 我報一下 這樣就 是不是我可以share screen 已經是 是啊 或者你出來說說 或者我share screen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 那 幸好今天就 就 剛才開這個咪 之前 我就開了一個bloomberg 就用了bloomberg 給大家看一看 這樣 不過 我們的bloomberg 我們公司 就沒有subscribe to real time data 所以 有些 就 不是 就是最新的數字 所以其實你看 如果大家 如果 有部分網友 比較都有用過bloomberg 的話 其實會很容易看到的 因為你看到那個 有個時間 這個time 那個time 就是顯示 如果是real time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 顯示就是現在的時間 現在 就是 香港時間是 就是晚上的 9點49分這樣 那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real time 另外如果不是real time的話 那就可能延遲了15分鐘 或者 whatever 那所以如果 如果看回現在來說的話 就是 我是看現貨價的 所以你看到 美國深特指數 S&P 就延遲55分鐘 所以其實就 還沒跌 那歐洲來說的話 其實就全部都是 遲15分鐘的 但是應該都不至於 相差太大 其實今天都是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比較 就是偏淡一點點 但是又不是叫做 很淡 那其實呢 所以就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我想可能 大家比較少 會看到呢 就是這個俄羅斯 那我們 看看俄羅斯 俄羅斯 就是reopen 了好像是 過一個禮拜 好像上個禮拜reopen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的 那俄羅斯今天厲害 今天反彈了 OK 你看到俄羅斯 其實不單止 股市反彈了 俄羅斯那個貨幣呢 勞布呢 也都彈了不少 那我 給大家看一看 那俄羅斯 這個就是下面俄羅斯 那幾個俄羅斯的指數 其實今天呢 都升了5-6% 不等這樣 那 可能是跟最近說 在土耳其那邊的和談 又進展 然後 就是在基庫 的地區 開始減少兵力 可能有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但是雖然 其實俄羅斯的股市 基本上現在都是 准買 又不准買 是啊 所以其實就 所以就不是說很正常 正如RKO所說的 因為 其實它是 有些限制的 有些禁制的 就是 就是 是怎樣 就是好像這個 老鼠龍一樣 進來不出去 那隻 那隻 那 那 那我看 很快就看俄羅斯的 貨幣奴 其實這個就是 你看看過去一年的 或者我放大一點 容易 奴布升 有沒有其中的原因 都是因為 去夾某些國家 是要用奴布去找一些 就是 資源價格的 的交易 所以就 但是 但是最新的消息 就好像說 普京就 指 早幾天就 很強硬 但是好像有些少少 軟化的跡象 因為 就今天 剛才 就看到 就說 分別 就 德國的 就是 Prime Minister 和這個 意大利 Dragi 都跟普京 談過解 那 就通話之後 普京 就說 他們可以繼續用回 就是這個 歐元去 找數 就是 他的資源 所以就 照的應該就不是太大關係 不過我想市場 近期來說 其實都是 就是 期望 可能會有些 就是 協議 談到出來 始終現在 譬如說 土耳其 是 做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那 所以就 這次 就 蘇和雙方的代表 就是在 這個土耳其那裡 開會這樣 其實 昨天來說的話 本來都是 曾經有一些 比較正面一點的 我看到 有些消息 就是說 這個 俄羅斯那邊 好像說 會 減少 還是暫緩 在基庫附近的一些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炮擊的 情形 還有可能會 就是好像 會是 圍著基庫的 軍隊 是會 略為地 就是 退後一點 但是 當然這個消息出來 其實就 當然是比較正面一點 但是好像 這個 烏克蘭那邊 就表示 就說 其實就 都仍然 沒停過 那個向這個基庫 那個發炮 啊 這些 集機來說 其實就 雖然有些這樣的傳言 但是 其實就完全 不是那回事這樣 那俄羅斯方面 都沒有什麼 在這方面著墨 所以就 似乎就不一定是 不過其實這個 俄羅斯的貨幣呢 就是轉回強的話呢 其實都有 可能有別的原因的 就算不是說 真是 那些別的國家 用這個勞報 找數來講的話 我想 起碼 我覺得 以我聽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俄羅斯 就把這個 當地貨幣呢 就和黃金呢 就好像掛鉤的嘛 那所以呢 其實 就是 他們自己的國家 他喜歡走的都可以啦 隨之就是 Anyway 那變成就 我想這個方面 都對個 起碼那個 信心會 叫做 就是 穩定一點 在自己的國內來講的話 那 那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其實 我想你們也有看到一些消息 就是說 這個 俄羅斯方面呢 其實這些石油 或者天然氣 都不是沒有人要的 起碼中國 印度 就 密密地 採購 但是呢 都似乎 看一看彭博的消息 就說 俄羅斯 都給了一個相當大的折讓 OK 給這個 印度 就是 因為 最初 因為最初 那時候 其實 他們 通常這些是一個 購買 就是投票 但是 沒有人出價 就是 投了幾輪 或者 沒有人敢買 我不知道 應該怎麼形容 總之 後來 就是 減價 始終 也有人用的 老實說 印度 那些 靜悄悄地 不聲 不聲 密密採購 這個情況 所以 我想 貨幣來講 都 因為這些消息 都 站穩 穩 似乎 國際社會 比較夾中國 就要表態 支持 俄羅斯 但是 印度 像你所說 不聲 其實 都 都 走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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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其實 我覺得 除了 我估計 除了印度以外 來講 你亞洲 有些 比較 小小的國家 其實都不排除 有機會 會 暗地裡 會買一些 因為 亞洲地區 其實有些國家 就表態 澳洲 那些 不用說 始終都是五眼聯盟的成員 日本 也表態 南韓 其實也有表態 南韓 那邊 新選出來的 其實它是比較親美的 所以 其實 那些已經表態 新加坡 如果以比較小小的國家 新加坡也 都 有一些 制裁的事情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看看東南亞國家 除了新加坡真的 可能出了聲以外 其他地區 就仍然 相對比較靜 所以其實也不排除有機會 那些也 有機會 在市場上 也有一個吸納情況 這樣 你作為股東的匯豐 也挺縮屈的 明明是 Inflation Wall 跟著又 conflict 這些 這間公司的 那個 節氣 那個骨氣 令我 ESG真的要扣你睡 就是坦白說 就是 你說 就是 東亞大國 你說很多生意都理解 喂 俄羅斯佔你多少 就是 又是熟 就是 你的獅子 不如拔掉牙齒出來 哈哈 這個也是 沒辦法 就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賺錢至上 我只可以這樣說 這件事是 或者這一版的話 其實我剛剛轉了這一版 其實就看看 就是 一些商品 大宗商品 這樣 其實你會見到 就是 分開三個主要的 類別 上面就是 能源板塊 跟著就是 一些金屬的板塊 跟著下面就是 農產板 其實你會見到 今天來說的話 就是商品價格 都仍然是 普遍上升了 唯獨就是 一些 能源 好嗎 那就 有些 放輕 這樣 那其實就 我想 近期來講的話 美國方面 就 一路 就說 可能會 在那個 原油儲備 就是 在原油儲備 那裡就會 放些出來 但是老實說 就是 你可以放了多少呢 而且你可以撐多久呢 老實說 就是你要明白 就是 全球 那個時候的使用量 其實是 相當厲害的 基本上是 現在說 就是 這次比上一次 說的 都是釋放一億桶出來 但是一億桶 現在一天使用量 全都是差不多一億桶 是 沒錯 理論上 當然 你不是說 完全代替其他的 產能 但是 都始終是 輸出車身 絕對 絕對是 就算是 譬如 今天好像 我看見的那個新聞 都有說到 就說 歐洲方面 其實都 很明確地 是會 就是 未來 會全力 就是 盡量希望 可以減少 對俄羅斯能源方面的 依賴 但是問題就是 你始終這些 不是叫做一時三刻 OK 因為 因為 我們過去都講過 你整個歐洲來說的話 特別天然氣方面的使用來講的話 有四成來自俄羅斯 喂 四成 這個真是 這麼大的一個 分比的話 你怎樣可以 一下子就斬攬呢 這個是 沒有可能的 當然 美國方面 也都希望可以盡 盡他的能力 就是 起碼 擺擺姿態 其實 但是 也都見到一些報告 就說 美國現在 提出說 他會 加大向 這個 歐盟 出這個 液體天然氣 其實那個量 佔歐洲來講的話 可能是講幾個百分比 那就是完全是 就是幫不了多少 老實說 那Eddie 在圈頸第一節 是嗎 OK 下一節回來 剛好你講這個 我直接講這個 好啊 好啊 好 先停一下